说北京大兴25号通报 即日起 孕产妇 婴幼儿等特殊群体的集中隔离观察人员 可由一名县共同居住家属或护工陪同 设置可携带宠物的专门隔离点 并派助动物检疫专业人员进驻隔离点 说民政部25号消息 截至2020年年底 全国已经有25.3万名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 保障标准参照孤儿 目前平均每人每月1140元 说25号 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52起农村乱战耕地建防典型案例 要求各地要以零容忍的态度 坚决遏制新增乱战耕地建防问题 说25号 辽宁大林金浦新区发生一起燃气燃爆事故 造成三人死亡 六人轻伤 死者为同一家三口人 户籍均为黑龙江省兰西县 说由我国研发的第二批650万剂新冠疫苗已经运抵土耳其 土耳其卫生部数据显示 迄今为止有124.5万人接种疫苗 接种对象主要是医护人员和老年人等高危人群